黄金搭档芒格不再来巴菲特为何是他一父一兄 一年一度的巴菲特股东大会将于5月4日召开 与往常不同的是 全球股东再也看不到曾经的黄金搭档并肩而坐的场景 大会来临之际 新浪美股与您一同回顾巴菲特口中一父一兄 方舟投资公司分析师 投资者别太在意特斯拉的短期困境 特斯拉将于周三凌晨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 即使最乐观的特斯拉看长人士也预计会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 但凯西伍德旗下方舟投资公司 封口费案开庭等待特朗普的是什么 陪审团成关键 当天进入庭审现场的人士称 在听到检方论点时 特朗普有时显得很沮丧 但庭审程序规定无法为自己辩解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日开始在纽约曼哈顿法院出席刑事案 美股财报季最忙的一周来了 七巨头后续动能遭质疑 一些创投圈人士表示 因为变现不佳 AI本轮涨势或已接近尾声 由于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联储降息预期减弱 在年初大幅反弹至历史新高后 标普500指数近期大幅回撤 ARM盘前涨超1% 格隆会4月23日昨日收涨6.79%的ARM ARM US 今日美股盘前续涨1.44% 报94.45美元 消息面上 ARM将在马来西亚发展集成电路业务 诺华制药盘前涨超5% Q1业绩超预期上调全年指引 诺华制药 MVS US 每股盘前涨5.14% 报100美元 诺华制药第一季度营收增长10%至118.3亿美元 好于预期的114.9亿美元 调整后营业利润增长16%至45.4亿美元 加南科技盘前涨超4%宣布管理层增持计划 格隆会4月23日昨日大幅收涨 23.65%的嘉南科技 Can US 今日美股盘前序涨4.29% 报0.97美元 嘉南科技日前宣布 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南庚和首席财务官城 进一通知公司 苹果iPhone第一季度在华销量下滑19%为2020年以来最差季度表现 据独立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 苹果公司第一季度在中国的iPhone销售下降19% 是自2020年前后疫情爆发以来该产品在当地的最差销售表现 日本干预会市不是应对日元下跌 外汇市场动荡或加剧 汇通财经APP讯日本财务大臣林穆俊逸周二表示 上周他与美国和韩国同行举行的三边会谈 可能为东京在外汇市场采取适当行动奠定了基础 钻石需求仍然低迷英美资源集团削减产量目标 英美资源集团下调了今年的钻石生产目标 因为该行业在经历了堪称灾难性的2023年之后 仍在与全球范围过多的库存作斗争 SAP盘前涨3.6% 第一季度云服务收入同比增长24% 欧洲最大软件公司SAPSE SAPUS每股盘前涨3.64% 报184.66美元 SAPSE第一季度营收为80.4亿欧元 同比增长8%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80.3亿欧元 期内云服务收入同比增长24% 德国私营部门恢复增长得益于服务业表现强劲 德国私营部门10个月来首次实现增长 这进一步表明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复苏 正在缓慢站稳脚跟 根据标普全球商业调查 4月份的好转势头再次由服务业引领 调查显示 欧元区4月制造业PMI出值45.6 低于预期 格隆会4月23日欧元区4月制造业PMI出值45.6 创4个月以来新低 预期46.6 前值46.1 服务业PMI出值52.9 创10一个月以来新高 预期51.8 前值51.5 综合PMI出值51.4 马斯克平小鹏汽车销量大跌 汽车这门生意真的很难 一位X用户发帖称 小鹏汽车今年第一季度交付量环比下跌63.7% 同比下降了47.3% 并指出 与小鹏以及其他一些竞争对手相比 特斯拉第一季度的交付数据 环比下降20.1% 翘牌与道达尔能源就入股 Adnock新液化天然气工厂进行谈判 翘牌在阿联酋的下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的股份 马斯克称美国社保是最大庞氏骗局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周一在X平台上将矛头对准了美国社保制度 称其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 马斯克是在回复一个将社会保障比作庞氏骗局的表情包 OpenAI和Anthropic股权太贵 这个工具在硅谷火了 中小投资者也能买 为懒入独角兽公司的股权 部分投资者开始采用一种名为特殊目的实体的投资结构分一杯羹 人工智能正成为当下科技界最至手可热的领域 美国中学生使用AI作弊成风 马斯克举手赞成 知名科技分析师吉恩蒙斯特在X平台上发帖称 美国中学生使用生成式AI工具作弊成风 情况已经失控了 这使得他们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减少了50% 香港国际机场三月客运量达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6.7% 4月23日香港机场管理局公布香港国际机场2024年3月份的航空交通量 月内客运量达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6.7% 飞机起降量为29840架次同比上升8.2% 一季度中国汽车出口均价1.9万美元 中亚地区增速迅猛 界面新闻数位勇猛在去年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之后 今年一季度中国依旧保持强劲的汽车出口增速 城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统计的数据显示 美银警示科技巨头财报AI对线风险大标普500其他公司应赶超量机 本周微软等公司的财报拉开了所谓七巨头财报序幕 英国最大体育用品零售商JD Sports以11亿美元收购美国PayBet 英国最大体育用品零售商JD Sports周二宣布 以同意以约1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同业公司Hibet 以加速其在美国的扩张 华尔街大型看多 瑞银上调A股评级 来自华尔街见闻华尔街大行瑞银罕见上调MSCI 中国指数的评级至超配 表明A股大幅波动之际市场情绪正在好转 瑞银全球新兴市场股票首席策略师Sulio 奢侈品并购反垄断先例来了 美国FTC起诉阻止Tapestry收购Copri 智通财经获悉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周一提起诉讼 要求阻止Coach母公司TapestryTPRUS 以85亿美元收购Michael Kors母公司Copri CPRIUS的交易 克罗格和艾伯森尼额外出售166家门店 已推动250亿美元合并交易 克罗格AMP表情符号纠结 Wholesale Grocers 微软支持的网络安全独角兽Rubrik 即将登陆美股估值约61亿美元 智通财经App获悉 云计算和网络安全初创公司Rubrik 将于本周在纽交所上市 股票代码为RBRK 该公司拟以61亿美元的公司 估值募资6.79亿美元 微软支持的网络安全独角兽Rubrik 即将登陆美股估值约61亿美元 云计算和网络安全初创公司Rubrik 将于本周在纽交所上市 股票代码为RBRK 该公司拟以61亿美元的公司 估值募资6.79亿美元 英银6月开始降息的信心增强 英镑再次面临抛压 汇通财经Apps 英镑对欧元汇率终于突破14周波动区间 跌至1.1575 为1月第一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前英国央行副行长Dave Ramston 暗示6月降息的可能性很大 欧洲央行副行长Gindles 不出意外6月降息将是板上钉钉 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 欧洲央行将在6月会议上进行降息 他在周二接受采访称 如果情况与最近几周方向一致 诺华制药NVSUSQ1业绩超预期上调全年盈利指引 由于治疗心脏病和银血病的重磅药物的销售额超过预期 诺华制药周二公布了好于预期的第一季度业绩 并上调了全年指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